现在多数人混在一起,立场先行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有意不讲理还是智商太低 其实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为什么太多的人用立场判断对错 第一,你问这个问题就不该问 因为你尝试想讲道理 虽然我在讲道理 通常喜欢讲道理的人是情商低的表现 高情商的人是不讲道理的 你离开这样的环境,离开就好了 不要解释 第二个呢,我想简单谈一下 关于对事实,是非,观点,立场的判断,理解 这个事实啊,就是事实 比如这个水杯就是水杯,这叫事实 比如我打老婆了,这就叫事实 那什么叫是非呢? 我打老婆是不对的,这就叫是非 对吧 然后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你的观点就是男人不能打老婆 所以你打老婆就是小人 这就叫观点 那什么叫立场呢? 立场就有两部分 第一个立场呢,男人就应该打老婆 这是立场 第二呢,是男人你不能在家里哼 男人就应该保护老婆 这就叫立场 你会发现这个背后呢,就开始不一样了 按正常呢,它是通过事实是非 观点一步一步来的 就像看胸围大小 胸围的大小呢,你这个没法来判断 胸围数据是多少,这叫事实 大小就叫观点 因为你认为大,它不一定大 对吧 你喜欢胸大还是胸小,这叫立场 正常是这么个逻辑呢 但是随着我们人进入社会 随着我们太多的教育的出现 有时候我们就开始乱了 怎么乱呢 是事实大于立场 还是立场大于事实 是你是尊重事实 还是尊重立场 比如我问你一句话 日本人如果做得好 该不该标扬 假设这句话是事实 该不该标扬 如果该标扬 就是事实大于立场 如果不该标扬 就是立场大于事实 如果你要标扬日本人 我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中国人 如果你是中国人 怎么能跟日本人说话 日本人做对了也是错的 你怎么能跟日本人说话 你是不是中国人 这事就毁了 这就叫立场大于事实 这事比想象的难 比如打倒地主 和谋财害命 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它同样一个事 打倒地主是立场 谋财害命是事实 所以你就知道 怎么回事 立场和事实 我们都知道 要先尊重事实 事实上我们多数人不会 多数人是立场先行 而且多数情况下 我问你一句话 皇帝的新装 谁在讲立场 谁在讲事实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皇帝的新装 和指路为马 都是小孩讲事实 大人讲立场 说白了 小孩还是个人 越是大人 越不是东西 所以你千万别认为 我们成人是明白人 我们有时候 越是成人 越讲立场 越不是东西 越是勾腿子 所以这事比想象的麻烦 所以你就是成人的世界 就一半五七八糟 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 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最可恶的样子 关键太多人不知道自己不是东西 关键是什么呢 你要是不讲立场还不行 你不讲立场 别人说你不讲大局 没有大局意识 政治立场不坚定 不讲政治 太多人在这个面前一样傻了 对吧 都傻了 刚进入社会的人 被这么一训练就搞傻了 你没有大局意识 对吧 你要学会站队 你要有立场 当时搞傻了 所以人进到社会 你会发现 他慢慢的不是他想傻的 是社会把他给搞傻的 你说怎么办 所以太多的人 你想跟他谈事实 他跟你讲到的 所以太多的刚进到社会的时候 我们经常被一些所谓的成年人 拍到肩膀说 小伙子你还年轻 你要以大局为重 你突然会发现 等你到活 我这个年龄才明白 他娘的什么叫讲大局 大局就是让你吃亏 让你没有原则 所以我们太多的人争论 特别是和很多小粉红争论 你没法争论 他只讲立场不讲事实 他讲成败不讲是非 他只讲敌我不讲对错 所以这事没法谈 你比如说 日本有些管理做得好 我们向他学习 他一句话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怎么给日本人说话 这事就非常麻烦 然后马上说你不爱国 你卖国 你这事就非常麻烦 所以一中天说 什么叫中国逻辑 因为地球上有两个逻辑 一个是逻辑 一个是中国逻辑 一中天说中国逻辑是 质问态度不管是谁 质问动机不问是非 质问亲书不讲道理 我讲一个真实 江湖上我还多少有的关系 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方 和别人那一方干仗 把别人给打伤了 然后被抓起来了 然后我找了个关系 把当事人放出来 我找那个关系 你会觉得很好玩 他不管你这事 他就问一句话 你们吃亏了还赚便宜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说我们赚便宜了 他说那没事 我一放出来就完了 你就这么理解 他不管你是对错 就是我找个关系 自己人 这个多年回忆起来 就发现很好玩 就是你看 你把人家揍了一顿 你怎么在抓起来了 在评判是谁吧 对吧 你错了在道歉 错了在罚款 我找到的关系 事交很好 他就很搞笑的问一句话 你们吃亏了赚便宜了 我自己人 我都说实话 我说我赚便宜了 别人揍一顿 他就安安了我 他说没事没事 我一放出来就好了 这就是中国逻辑 我当时感觉很骄傲 然后找了个人 找了个关系 把这事给摆平了 思维认知其实是很低的 就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的 我们的思维模式 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想用道理 用事实说 对方用情绪 你想用事实 对方用立场 你想用是非 说对方说 你动机不了 所以文明之对 文明有结果 逻辑也一样 在文明面前 也是很脆弱的 有限的 所以不管怎么着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一再说 有些人是不能讲道理的 有些人这辈子没招 就像那个马斯克说 那个加沙地带的人 年轻人 小孩就重新上学教育 成人就灭了 算了 他被洗脑也洗过去了 就是操作系统 装进去了 改不了了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 多数人是不会思考的 因为他的系统 提前被预装了 怎么被预装了呢 就是他从小到大 就看一张报纸 看一个手机 而且人是主观动物 人对对错的判断 多数是由立场来判断的 用立场论的主观 决定对错 他不管事实 这就是人性 他别是一开始 被装进去了那些操作系统 他一辈子是改不了的 而且为这个事 你会看到 他可以出卖他的家长 出卖父母 举报父母 你们都懂的 那就是预装了 坏的操作系统 改都改不了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被孩子举报过 他真会干这个事 而且多数人 在接受信息的时候 就是提前被预装了立场 或内心深处有了立场 而且这时候 他只接受他能接受的 不接受的 他就本能的排斥 所以虽然说人是理性的 但多数人是感性的 他只愿意看到 自己想看到的世界 哪怕是虚幻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 他一概排斥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我说穷人之所以穷 是因为被资本家剥削了 还有一个 我说穷人之所以穷 是自己不思考 原生家庭 对他的思维的限制 对他带来的灾难 导致他不思考 导致他的奴隶没有方向 一路瞎搞 穷人更喜欢哪一个 穷人更喜欢 他是被剥削了 还是喜欢 他自己由于他不思考 瞎努力带来的 这不就得了 穷人更愿意接受 他内心的安慰 他不会 也不愿意正式实施 穷人 他穷一直认为 是外淫造成的 他从来不考虑内淫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很难很难就在这 然后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一旦被设置在立场 韭菜就会站在镰刀的立场上说话 就像人和狗的区别 正常人是一事非论立场 但是狗以主人的立场 主人的位置论立场 用主人的位置判断对错 所以这个你没办法 你说这怎么办呢 我们就陷入了 这个扯淡的环境下 所以就很难很难 一旦这个陷进去 就很难给 就像全聚德的烤鸭 老看不起肯德基的机翼 对吧 肯德基的机翼 老是为外国人服务 我们全聚德的鸭子都好 为自己人服务 我骄傲我是只鸭子 就是做鸭的人 瞧不起做鸡的人 对啊 你说怎么办 因为正常我不是说了吗 正常是用是非做立场 先尊重事实 那事实上这个很难 事实上我们自己 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这个很难很难 就像狗是没有自己的立场的 狗的立场就是主人的立场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就是这是很悲哀的一个事 就是在预设了 特定的操作系统之后 我们更多的是用立场判是非 那你说如果事实和真相摆在面前 视而不见 怎么办 那是没良心 良心这玩意儿也是与生俱来的 他就没良心 你给他事实他都不看 这也没有办法 所以有时候你们说我悲观 你说怎么办 你说我怎么办 你把事实摆在他面前 是非摆在他面前 他熟识无读 他不认 所以结论就是 一个只有立场 没有是非的民主 必然泯灭公道 泯灭正义和泯灭良知 一个没有公道和良知的民主 绝对没有希望 好了 剩下你们看我的思考的原点 谢谢